大家好,我是大雄 黑海战争硝烟刚结束 红海又开始搅动风云 三日,也门对美国以色列开展了一场红海行动 发射多枚导弹无人机 击中以色列两艘商船 还袭击了一艘美国卡尼号导弹驱逐舰 不过,美国卡尼号没有被击中 不仅如此,该驱逐舰还成功拦截了也门三波无人机的攻击 但被击中的以色列商船就没那么幸运了 现场浓烟滚滚,活势冲天 损失惨重,事情发生后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承认了这次袭击 并强调是两艘以色列船只在拒绝警告后 胡塞武装的海军才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进行了攻击 并强调这次袭击是应也门人民的要求 以及为回应YSL国家与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的呼吁 看到这儿,我也是服了,明明是自己打别人 还编造这么多理由 在事情发生之后,以色列进行了回应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称 这两艘船与以色列没有关系 如果硬说有关系 那也只是团结探索者号所属的英国公司 其高管之一是以色列亿万富翁 亚伯拉罕拉米翁加尔的儿子丹大卫翁加尔 虽然如此,还是遭到了袭击 这就说明对方是故意找事的 是想通过袭击商船给以色列制造障碍 让以色列不要对加沙南部再次进攻 他这动作显然是得到了伊朗的同意 试图从海上来侧应哈马斯的防御 哈以战争爆发之后 美国为了防止伊朗在背后惹事 特意派了两艘航母战斗群过来 现在伊朗已经被美国给摁住了 不敢轻易的动态 然后他就指使自己的小弟野门胡塞武装 让他来搅浑水 显然呢,以色列没有想到也没料到 野门胡塞武装会袭击商船 作为一个应对的措施 以色列已经派出军舰和潜艇去相关的海域 红海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相比黑海而言呢 黑海还比较大 而红海呢就太小了 而野门恰好恶手在红海进入印度洋的大门口 这条水道啊很狭窄 相当于是野门堵住了红海的出海口 在这个特殊的海域 野门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 可以这么说 野门胡塞武装 对于掌握这个地方啊 有一种傲娇的感觉 在红海这个地界 袭击以色列商船 就相当于啊 这皮球就踢到以色列手里了 要是以色列接着打 那野门肯定会袭击更多的以色列商船 美军是护不住的 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显然 以色列没有惯着这帮人 开始派出军舰和潜艇来对应对 在此次袭击中 最让人不敢想象的是啊 野门胡塞武装竟敢用弹道导弹 打击美国的屈辱舰 也就是美国让着他啊 不跟他一般见识 否则的话 有他们好果子吃啊 目前 美国对于野门胡塞武装的挑衅 采取了克制的态度 只要战争不扩大 就不把它当回事 美国的武器装备啊 跟野门胡塞武装差距啊 不是一代两代啊 野门胡塞武装 低烈的弹道导弹 还想打击美国的屈辱舰 做梦去吧 现在美国的大目标 是让中东战争不要外溢 因此 对于野门胡塞武装的挑衅 保持了极为克制的态度 下一步就看胡塞武装 是不是会得寸进尺 如果得寸进尺 那会有他们的好看的 我想起来看了一个视频 一个公鸡用爪子 去抓家里的小女孩 他挑衅式的把女孩扑倒在地上 让人看了很愤怒 这个公鸡啊 觉得在这个家里面 自己是主人 傲娇的不得了啊 看似很厉害 然后视频镜头一转 就看到有人用刀把鸡肉给炖了 同样对野门胡塞武装也是啊 如果过分了 那么美国也有可能啊 把这只鸡给杀了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野门胡塞武装啊 根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这样一只小武装力量啊 还想跟美国斗 真的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美国之所以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是因为打这样的小不点啊 打赢了自己啊 也没有光彩 打输了自己更丢人 有人对野门胡塞武装袭击以色列商船的评价 是 这些事件连续发生的背后 是美军对中东的控制力出现了严重的下滑 连一个小小的野门都压不住 美军在中东横着走的时代啊 真的结束了 我不这么看 我却觉得这才是美国影响力的真正开始 美国就在那盯着呢 让你挑衅 让你挑衅 挑衅过了 一巴掌拍死 衰利亚《祖国报》报道啊 驻扎在叙利亚戴尔族尔省美军特种部队 和步兵对叙利亚军队控制区发动一次包抄攻击 驻旭美军从戴尔族尔欧迈尔军事基地集合部队 在炮兵火力掩护架 对周围七个村子进行扫荡 已发现袭击美军基地的火箭炮和无人机发射阵地 美国五角大楼副发言人萨布利纳辛格表示 从10月7日以来 驻扎在中东地区美军部队啊 已经遭到了74次袭击 为此 衰利亚和伊拉克美军开始出动 对周围可能的火箭炮阵地展开了扫荡行动 首先是叙利亚民兵攻击了库尔德武装在沙西尔镇的据点 宣称俘虏六人 随后叙利亚民兵在叙利亚戴尔族尔北部乡伊布里哈镇 摧毁了库尔德武装的一辆汉马军车 美军发现叙利亚民兵正在逐渐的对美军基地周围地区进行压缩 很快美军扫荡开始以后 美军特种部队执行战场侦察任务 美军步兵进行战场支援 还有M777型155毫米榴弹炮提供火力支持 在真正的战场上 哪怕首方有几门迫击炮 都能把特种部队炸得鸡飞狗跳 在2018年 非洲尼日尔数十个武装人员 依靠大口径的机枪掩护 也打死了多名美军特种兵 为此这一次美军出动了155毫米榴弹炮 充当火力支持主力 当美军对七个目标村子形成包抄之后 突然发现村子里火力非常猛烈 超过一般阿拉伯民兵火力 而且远中近火力协同非常熟练 导致美军无法成功突入村子内部 最终美军发现村子里住房的根本就不是叙利亚民兵 而是叙利亚正规军部队 叙利亚祖国报报道 美军正在村子外围修建阵地 同时加强了对村子的炮击行动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在伊拉克方向 美军也展开了扫荡行动 俄媒报道 在12月4日 伊拉克抵抗阵线出动了无人机 突袭了伊拉克西部美军阿萨德基地 出动了火箭炮 袭击了叙利亚东北部哈塞克省的美国基地 美军出动反炮兵雷达和无人机 前出搜索 锁定伊拉克抵抗组织火箭炮发射阵地 美军扫荡部队对火箭炮阵地 发动快速的打击 黎巴嫩 麦亚丁电视台报道称 美国空中力量 还对伊拉克所属的基尔库克的 伊拉克抵抗组织总部发动空中打击 该组织5名成员死亡 叙利亚民兵 叙利亚正规军和伊拉克抵抗组织 正在中东地区打击美军基地 他们在预设战场上 对抗着优势以来 最大的军事集团 美国军队 尽管他们大部分人 都只是穷到吃土的放牙娃子 这就是什叶派抵抗阵线 以伊朗为核心 有汉马斯、叙利亚 伊拉克抵抗阵线 人民阵线、胡塞武装 等等为外围的武装组织 汉马斯和珍珠党负责以色列战场 胡塞武装打击曼德海峡航运 伊拉克和叙利亚武装组织 则打击美军的基地 伊朗不用放弃对美国和以色列打击 其实伊朗是一个非常记仇的国家 伊朗不是一个大度的国家 在两一战争时期 伊拉克空军把伊朗炸惨了 所以战后伊朗开始全面的追杀伊拉克的飞行员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后 萨拉姆下台 伊拉克陷入到混乱的真空期 伊朗革命卫队出动了一批隐藏的杀手进入伊拉克 目标就是杀死所有的伊拉克的飞行员 在伊拉克游击战一片混乱的时候 伊朗暗杀小组已经拿着地址 在挨个的暗杀萨达姆空军的飞行员 不要认为很残忍 在中东地区 心思手软的族群根本就生存不下来 当时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伊朗革命卫队所属的圣城旅 截止到至2009年底为止 已经暗杀了180名伊拉克的战斗机飞行员 美媒称 但是伊朗的主要目标则是建立一个 在经济上依赖 在政治上屈从于伊朗的伊拉克政权 并通过准军事行动打击地人 因此在伊拉克反对伊朗的人 都会被悄无声息的除掉 每年伊朗德亚兰方面都要向伊拉克 现任支付1亿到2亿美元的现金 以获得目标的行踪 那时候全世界的焦点都集中在伊拉克游击站 没人关注伊朗在干什么 因此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摩萨德在暗杀伊朗和科学家 伊朗也在反击以色列 其实现在伊朗革命卫队早就下场参战了 雷巴嫩珍珠党是伊朗革命卫队支持的 也门胡塞武装也是伊朗革命卫队支持的 就连伊拉克几个最大的地方武装 也是伊朗革命卫队支持的 甚至人家就是伊朗革命卫队下属分队 就更不要说哈马斯和加德了 当年美国一定要杀死苏莱曼尼 其实就是因为美国发现 中东什叶派反美武装背后 全都是伊朗革命卫队的影子 伊朗革命卫队所属的圣城旅 就是伊朗最大的海外行动力量 集军事顾问加特种作战加谍报一体 美国说的邪恶轴心包括伊朗 没点能耐的话 根本就不配邪恶轴心这种美誉 虽然苏莱曼尼被暗杀了 但是伊朗的什叶派抵抗之乎 已经建立起来了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